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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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黃珊珊一直想要積極的知道 柯文哲夫婦在裡面發生了什麼 聊什麼 在疲累三年之後 柯文哲離開台北地院 不是趕著回家休息 竟然是直奔黃珊珊家裡 所有的人都在問為什麼 陳美琪結束了在裡面的 我們講的訓問之後 他又到了車上 接受黃珊珊的隔離訓問 他等於是說我們要交代說 我到底裡面了解什麼嗎 柯文哲也去 三個人都在裡面對談 所以這個凸顯出一件事情 只有什麼人可以去談案情 只有同一艘船的人才會談案情 民隊以同一艘船形容柯黃關係 懷疑他們同車同勢串政 並不是空穴來風 台北市議員就直指 金華城案卡關多年 會出現關鍵轉折 跟黃珊珊上任副市長有關 黃珊珊就是後面的那個 幕後的這個長徑人 黃珊珊都是主要參與 或者是瞭解的人 可是黃珊珊卻不願意當 應變小組的召集人 加告黃珊珊 這個背信罪 為什麼 因為黃珊珊都沒去 我控著告了 我要加告你嘛 因為三次都你在處理的 你是副市長 加油 珪琪加油 柯氏夫婦直奔黃珊珊住出的畫面 更讓外界確認了 柯黃關係非比尋常 當初柯文哲簽下藍白和六點協議 就因為黃珊珊強力反對而破局 又最熱情 最熱烈 期待已久的掌聲 而柯文哲選總統時 承包造勢大會的公關公司 都是山友友 也牽扯政治獻金爛賬 柯文哲甚至沒對黃珊珊說過種話 妳看她的嘴臉耶 妳看 她的欺負師是嘴臉 妳不是覺得 妳看嘴角都上癢不是嘴臉嗎 妳看 她現在是怎樣 她都沒事嗎 她是律師 她懂得山斗法律 就跟金華城一樣 她完全山斗法律 那個所有公文上面 都沒有她的名字 黃珊珊 黃珊珊 跟隨柯P30年 忠心耿耿的蔡壁如 在黃珊珊擔任副市長之後 柯文哲第一心腹的位置 被取而代之 那如果真的有論文上面的疏落 我想我必須要坦然的面對 我不會去見念立委這個職位 兩年前 蔡壁如任文被認定抄襲 柯要她辭掉立委 但影響程度超過數倍的 政治獻金爛賬案 黃珊珊的立委椅子 依舊穩固 差別待遇更凸顯 柯對黃多了三分情 對她而言 黃珊珊那個人 為什麼過去跟她緊密 不是因為感情 是因為對她來講非常的有用 包括她是律師 包括我們講公務劍他手 包括她認識這些劍商 黃珊珊跟沈靜靜的關係非常好 所以基本上你要說是 她是引劍人也不過 她就是把柯文哲那個潘朵拉大盒 給打開了那個門 那那個盒子裡面打開裡面是什麼 滿滿的劍商 不斷地從裡面湧出來 這是黃珊珊的角色之一嘛 能替柯文哲穿針引線 拓展政商人脈 加上律師出身 政壇打滾多年 老謀聲算 再再都受到柯文哲的依賴 而據說 有小英女孩稱號的黃珊珊 也是柯文哲 維持和蔡英文溝通的橋樑 有保底作用 一立一島上的工具主義掛帥 就這樣讓柯文哲和黃珊珊 在試浮期間一步一步攜手 踏上同一條船 但只有一開始 你就跟我們同一條船上 你很清楚 知道說金華城 包括這個北思科 這些案件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的人 我才可以跟你討論 黃珊珊有沒有涉入這些案件 有沒有跟這些案件 有盤跟錯節的關係 有 關門… 我們要仔細關門… 第一時間接風 珊珊沒有來遲 柯 黃 兩人究竟是理念相同的 真心相挺 或者是互相利用的工具關係 還在日後的司法大戲 一一解密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